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赢家的领袭创富数 那如果你是在YouTube收看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画面 然后也看到我的书的封面 那非常开心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各位互动 那我们什么叫领袭创富数 其实在很多的投资经验里面 尤其在今天录音的时候是9月9日 那9月9日的时候 大部分美股的科技股的一个修正的状况 那我刚好在一些股票群里面 我会看到很多的朋友 他其实就很觉得这些投资股票 尤其像最近苹果啦 特斯拉 包含像台股的这个台积电 或者是像这个生计医疗方面的一些股票 都非常热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状况呢 很多人都想要赶快把钱投入 可是最近的状况 美股基本上就受伤了 那这个受伤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发现在投资股票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拿不住的话 或者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投资的时候 你往往是纸上富贵 前面赚了 可是继续放着 然后后面又跌下来 这个时候你就很害怕 可能就一直问说 我要不要出场呢 我要不要赶快把这些 投资的部分卖掉 甚至有些人是借钱投资 所以他觉得我要赶快把钱还了 因为我的成本很高 压力很大 所以我今天来讲 这个单元跟我出书的目的 其实是 希望让大家知道 其实投资是可以很生活化 不管你是投资股票 或者是投资不同的工具 那我主轴是在领袭这件事情上面 那很有趣为什么是领袭呢 我的一个人生哲学 我其实在工作了二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已经去过了十几个国家 将近二十个国家 我是边工作边玩 那很庆幸的 我现在五十岁的期间 玩了二十 将近二十个国家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就像这个我们的频道一样 很丰富 你不觉得人生有时候应该过得 除了赚钱之外 应该过得非常的精彩跟丰富吗 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呢 你现在应该是开着车 然后拖着这个疲惫的身体 然后努力的工作 那赚到的钱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 未来有一个好的日子嘛 所以我的人生哲学是 其实啊 你去想一想 我们人生是不是可以倒着火 什么叫倒着火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是 努力工作嘛 然后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然后呢 可能等到六十几岁 没有办法工作了才退休 那退休 当你开始想要享受 这些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体力不够了 像我现在啊 五十岁 我老实跟各位说 我现在不太敢坐飞机 不太敢搭那种长程的飞机 比如说我现在要飞到欧洲 飞到澳洲 我以前很敢 现在我不太敢 就觉得 好像我好像承受不了 那个那个 坐太久的这个状况 那我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我在澳洲坐过这个高空跳伞 我从这个一万三千英尺的地方啊 然后就整个往 就背着教练啊 当然不是我自己跳 那十五秒钟的自由落体 你就十五秒钟都不开伞 所以你的人生好像 当落地的时候 就像重新回来过一次 这些事情真的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好难去做 因为实际上你没有办法 有这个心力跟体力 去承担这样子的刺激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难道投资不能我先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边投资 边享受这些投资的收益吗 所以我的这个书里面的哲学是 其实人生 其实是可以倒着活的 你可以边工作边享受 可是啊 我们大部分的投资经验都在做什么 你去思考一下 我们大部分都是买股票就要赚价差嘛 那赚价差 好你今天希望他赚个一倍 或者是赚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 可是 真正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真的赚到百分之三十五十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 把他继续放着 然后呢 等待他再继续翻倍的过程 他就跌下来了 所以我常说啊 很多投资股票族都是 只上富贵居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领袭的概念是 我就可以把我怎么样 把我现在的这个投资的收益啊 用这个配袭的一个概念 然后台湾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幸福 就是我们居然有这种 月配袭的这种投资工具 不管是这个配袭基金 或者是像ETF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机制 都可以帮助你每个月配息 就等于说 你边工作边投资 同时边帮你加薪 有一个被动收入 那这个被动收入你可以拿来干嘛 你不一定真的就是继续投资啊 那你也可以拿来 每一年去规划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这二十多年来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让自己呢 更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坚持下去 所以我的书里面讲到一个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是 我觉得透过领袭的这个投资方法 你可以让你的人生倒着来 也就是一开始边努力的工作 边赚钱 然后领袭 然后开始享受生活 等到你开始进入到退休的时候 你反而会希望可以人生过得越来越简单越好 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 真的你相信我 当你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太多复杂的东西 你尽可能会想要把它排除掉 你会希望很多的事情越简单越好 投资越简单越好啦 然后 家庭关系越简单越好啦 然后朋友关系啦 工作啦 各方面越简单越好 所以啊 我觉得真正理想的人生生活 就写在我这本书里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说 那到底 这个 你如果也期待想要这种 简单的生活 就是越过越简单 然后边工作边享受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要跟各位在这边提醒 当然我在书里面也讲很多啦 现金流这件事情 我们去思考一个 现金流这件事情是什么 通常啊 我们过去急急隐隐都是在赚价差 对不对 股票 我听到特斯拉翻四倍 好开心哦 如果那个人是我该有多好 前两年国据 涨到一千多 现在又跌回来三四三四百块 那如果那个一千多的时候 我卖掉该有多好 我们永远在追逐这个 我们的资产翻倍的这个过程 可是我们去试想 我们人生从零碎一路走过来 你的钱是一次花光吗 还是某一段时间就花一笔钱 我举个例子好了 当你在个求学的阶段 你花的钱呢 学费是一次要丢一两百万进去吗 肯定不是吗 你会怎么办 我可能一个学期缴一笔这个学费 每一个学期缴 然后每个月啊 可能住学校有住宿的费用啊 那还有吃饭的费用呢 还有相关的费用 你会发现 你所有的费用 就算你是出国留学 你也不是一次就要花 一两百万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 如果你今天的 所有的事情其实不需要 你就是准备好一笔钱 你可能是一段时间要用这些钱 这叫做什么 现金流 我再举一个例 你缴房贷 我们买房子 其实房子最大的压力 难道是头期款吗 也许是啦 但是很多人是有头期款的 可是不敢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现金流 不足以支付 每个月的这个房贷的这个支出 所以啊 当我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每个月有 领袭 被动收入 这笔收入不是从工作来的 它是从你的这个 投资收益来的 那每个月可能有 不要讲太多啦 五万块好了 那你还有工作哦 你这个时候可能二三十岁 三十几岁 你还有工作 你敢不敢买房子 你想想看你 你的这个五万块 你可不可以拿去当你的房贷支出的这个 这个费用 你的每个月的收入 固定的工作收入 再加上你的这个领袭收入 其实你透过领袭收入 就可以去买房子啦 那 那可能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 我还是不敢 跟各位讲 最近的房贷 房贷其实过去都是二十年房贷 去问问看 现在三十年的房贷很多 买三十年很好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台湾的房贷利率那么低 三十年让你的月付金降低 然后你再透过这些 投资理财的这个收入去缴这些费用 其实你会发现 你根本其实是有机会可以买房子的 好房子是月限金流 对不对 那我们再讲到这个退休 退休你要花的钱 是一整年要花 还是要一次花一辈子的钱 那肯定也是每个月花一笔 对不对 那你觉得退休的 花的费用会比较 会少一点吗 我最近 我自己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办退休的状况 我的朋友刚退休的时候 他居然花的钱是比他 退休前花的钱多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了 好 那我们已经厘清了 这个现金流原来 对我们投资理财的目的这么重要 那我们接下来来想一下 那到底什么样子的领袭工具 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 好啦 刚刚没有把这个牌子拿出来 对 丰富很重要 我觉得丰富这两个字 我很喜欢 我自己的粉丝专业叫 郭俊宏的这个丰盛学堂 我觉得丰富跟丰盛 其实是 我们这辈子 人生在追求的事情 不管是财富啦 不管是 你的感情啦 家庭啦 各方面你追求的 其实都应该是 非常的丰富跟精彩的 那我期待 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方式 让大家不要把时间 全部花在工作 或者是花在投资上面 让你真正的是可以 把时间花在你觉得值得 丰富的地方 好 那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稳定的现金流 原来这么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花的钱 原来不是 就是一整笔 我们通常是每个月 或每一季 每半年花一次钱 好啦 那我们再来讲 现实一点的事情 疫情 今年的二三月 2020年的二三月 它让多少人的 这个现金流 断掉 什么叫现金流断掉 就是失业嘛 你不要讲 讲我们个人 企业也会啊 一般根据统计啊 大概一个中小企业 大概只有三个月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 他撑不过三个月 他没有三个月的收入 其实他就 必须要收起来 有没有 最大影响的 就是旅游业嘛 旅游业其实也都是 现金来现金去的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他对企业的影响就是 为什么我们现在 全球在做量化宽松 全球在做这个资金的 一个宽松 流动性 要刺激流动性 维持流动性 就是因为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流动性 企业没有钱 他就倒闭了 倒闭接下来是 换谁倒闭 换个人倒闭 员工倒闭 因为他就失业了 失业就没有 现金流了 那再加上 他又有房贷 又有负债 又有小孩子要养 那怎么办 那基本上 这整个影响的状况 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 稳定的现金流 而且这些现金流 不是靠你的工作收入 大家来想象一下 会有什么不一样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工作收入 完全不会受到 这个影响 不会受到 你的支出 比如说 刚刚讲到房贷 刚刚讲到负债 刚刚讲到子女的 一些费用 都不会受到影响 都靠被动收入的话 其实你工作收入 可能只是让你 怎么样 加速累积资产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工具 那生活是 完全两样 两回事 如果你可以靠 被动收入 所以我们在下一集 会多聊一点 我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规划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 应该要想的是什么 好了 那既然领席 现金流 稳定的现金流 这么重要 那到底现在市面上 有什么样的 领席的一个工具 可以让我们去 稳定的这个现金流 我举几个例子 我们最常知道 就是存款 大家一定都会 把钱放在银行 银行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真的啦 真的你们 真的老实的问自己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你在现在放银行 利息有多少 问了可能都不知道答案 你知道现在 如果你存一年期 定存的利率是多少 有没有人 有标准答案 那个答案就是 0.79 也就是说 你把100万放在 不要讲100万 好像很多人觉得 好 1万块好了 放在 0.79% 一年是多少的利息 你们自己算一下 好 那基本上呢 我要讲的是说 0.79% 我们再来算一件事情 叫物价 那物价现在平均的 物价是多少 我们用2% 平均2%来计算 简单来讲 我要讲这个例子 是说 你现在钱放在银行 它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它算不算一个 领席收入 算嘛 而且你现在在银行 存越多 500万以上 它的利息就越少 好了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假设 我今年希望 我每个月 都可以领3万块 的被动收入 这种吸收的话 那有什么工具 可以做到这件事 我讲第二个例子 是很多人 会买储蓄险 我先讲一下 储蓄险没有不好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 储蓄险不好 我要讲的是 储蓄险每一个 我们通常有个概念就是 通常 每一种工具 只要它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或符合你的需求 都是一个好的投资工具 那储蓄险 我觉得最适合的是 它就是存不下钱的 什么叫存不下钱 它就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就是月光组 就是会把钱花光光的 那你用储蓄险 可能可以强迫你 把钱存下 因为你不存 你不存满到期的话 你就是损失 很多人可能会 因为这样存下钱 我一个更好的例子是 有一些人是 他很不会拒绝别人 所以他会把钱借给别人 所以他钱存不下 是因为都把钱借给别人 所以他就去买储蓄险 然后就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 我要借钱 那我就说 我钱都放在储蓄险了 我现在没有钱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现在储蓄险的利率 大概是多少 1.7啊 利便型的这个利率 1.7 应该还会继续讲 1.7其实跟银行利率也差不多 我刚刚讲 如果物价通膨是2%的话 你基本上 存在储蓄险里面 基本上也是在贬值 那以储蓄险这个1.7到2%的话 你要存多少钱在里面 你大概就要存到 大概2万 2千多万的一个金额 我们是怎么算呢 就是你用2千万或3千万 去乘以2% 我用比较比较平均值 因为有美金的保单 跟这个台币的 2%的话 你大概就要2千万 2千万乘以2%是40万 那40万除以12 就每个月大概3万块 用这样的概念去算 你要准备2千万 储蓄险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房子啊 房租 我们的房租的收入 可以吧 那目前台北市的房子 大概的租金的这个收益 大概是2%到3% 一样 你要准备多少 也是2-3千万 好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那如果是这个债券ETF呢 债券ETF 基本上债券ETF的 赚的钱就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配息嘛 将近是3-4%左右 如果是4%的话 你要准备多少钱 1千万 对不对 1千万乘以4% 是不是40万嘛 一年40万除以12 大概3万块左右 少了一半哦 所以你有发现一件事 当你的领袭的领袭率 配息率越高 其实你的这个本金就可以越少 好啦 那股票股利呢 很多人在讲存股 存金融股 存不同的一个产业的股票 也是差不多4% 好 4%一样也是要1千万 那股票的风险在哪里 跟债券的风险 就是它的价格的波动不同 那甚至有些人去存到 那个外币计价的 那可能又会考虑到 这个汇率上面的一个风险 像你最近如果去买美金的 这个美股啦 或者是ETF啦 债券的ETF 基本上美元计价 那你可能就会 亏在这个美元兑换台币的 这个贬值的一个状况 那好 那这个都是在4%左右的 也很多人在做 那还有什么 我们讲到一个配息基金 那配息基金 当然它本身有债券跟股票 那配息基金的来源 有四个主要的来源 第一个是它的这个 债券就是它的债息 股票是股利 还有它的什么 资本利得 也就是它的价差 净值波动的价差 它也是它的配息来源 第四个 我刚刚讲 大部分的配息基金 全部都是 不同国家的弊别 比如说美元计价 它投资美国 它投资欧洲 投资澳洲 这些都会不同的弊别 所以会有一个 汇率上面的什么 他们会去做避险的动作 就会有一些 汇率上面的汇损 跟汇收益 就是收益 所以这四个部分 只要他们有收益 它都是可以配给大家的 所以大概配息率 可以到多少 合理的配息率 大概有7%左右 好 我现在一个月要有3万块 我要准备多少 本金放在配息基金 可以有3万块呢 大家来算一下 答案就是600万 600乘以7%等于42嘛 再除以12 平均就是3万块一个月 哇 准备600万一辈子 在座的 不管你是年轻人 或是正想要改变现况 准备开始投资的 你觉得600万难吗 一辈子 应该好像简单一点 比刚刚的1000 2000 3000 所以基本上 你会发现你透过配息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本金 你就可以开始享受 你的这个投资的收益 那每个月3万块 可以拿来做什么 继续投资啊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用途 继续投资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当作你房贷的一部分的一个支出啊 来源啊 或者是子女交易金的支出的一部分嘛 因为你是每个月零 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再投资 像我自己的做法叫做 以再扬股 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 会讲得更深入一点 甚至可以来看一下我的书 那基本上呢 你就是透过以再扬股的概念 你可以去把本金比较安全一点 那用配息收益去投资 风险高的投资 让你在获利更多 所以你用这样的概念 其实就可以帮助你领袭了 这几个工具比较下来 如果你后面我刚刚讲这几个 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做功课的话 记得我的书 封面就是一个躺睡的狮子 因为我要你们就是透过领袭收入 可以让自己躺着也能够 躺着睡觉也能够赚到被动收入 好 那时间真的非常的简短 那如果大家要听更多的内容的话 真的可以上这个YouTube 那我们有一些图表 也因为在这个空中 没有办法给大家呈现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YouTube的丰富 还有酒吧新闻台的频道 然后呢 我们下一集要讲什么 下一集要讲一下 我自己的这20多年来的新法 叫葡萄串领袭法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 nursery